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在中国所有烙味休闲食品企业中排名第一 市场份额达到了6.2% 且在调味面制品及烙味休闲蔬菜制品细分类市场份额均排名第一 另外 公司95%的消费者年龄在35岁或以下 55%的消费者年龄在25岁或以下 就品牌知名度而言 公司是25岁及以下年轻人心目中休闲食品的第一品牌 公司致力于让中国传统美食娱乐化 休闲化 便捷化 清明化 以及推出更多烙味休闲食品 主要业务及产品组合方面 公司专注于烙味休闲食品的研发 制造 销售及经销 致力于持续升级现有产品及推出新产品 公司的产品组合种类丰富且构造具有战略性 涵盖三大制品 包括调味面制品 例如大面筋 小面筋 麻辣棒等 蔬菜制品 例如磨鱼爽和风吃海带 豆制品及其他产品 例如软豆皮 卤蛋及肉制品等 公司经销商的销售网络覆盖了中国约73万5千个零售终端 根据弗洛斯的沙利文的资料 中国腊味休闲食品市场相对分散 按零售额纪 2021年前五大企业的市场总占有率为11.5% 于2021年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腊味休闲食品企业 市场份额为6.2% 是第二大企业的3.9倍 超过第二名至第五名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 于2021年腊味休闲食品市场 占中国休闲食品行业总市场规模的21% 而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一分散 合并损益表主要项目方面 2019至2021年来自客户合同的收入分别为33.8亿元 41.2亿元及48亿元 分别增长为21.9%和16.5% 销售成本为21.3亿元 25.5亿元及30.1亿元 分别上升为19.7%及18% 毛利为12.5亿元 15.7亿元及18亿元 分别上升25.6%和14.6% 总收入持续上升主要是由于消费者越来越认可公司的产品和经销网络扩张所致 按产品队别划分的收入明细方面 波斯2021年调味面制品的收入为29.2亿元 占总收入60.8% 蔬菜制品的收入为16.6亿元 占总收入34.7% 豆制品及其他产品的收入为2.18亿元 占总收入4.5% 在未来计划及所得款项用途方面 公司计划将约57%将用于扩大和升级公司的生产设施与供应链体系 以在未来3-5年提高公司的产能、创储、管理和产品质量 约15%将用于在未来3-5年进一步拓展销售和经销网络 约10%将用于未来3-5年的品牌建设 约10%将用于未来3-5年的产品研发活动以及提升研发能力 约8%将用于在未来3-5年推进公司业务的数字化建设 从投资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9985卫龙四颗星评价 公司为烂味休闲时评市场龙头 市场份额达到6.2% 是第二大企业的3.9倍 超过第二名至第五名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 市场优势明显 而公司收入增长稳定 加上烂味休闲食品市场规模扩大 都有利公司长远发展 从投机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9985卫龙四个星评价 公司主要业务在香港股票市场具有独特性 加上近期市场回暖 有利公司上市后短期表现 总扩盈 我们建议的认购策略为 现金认购 本人是证监会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 成熟个人意见 不构成买卖要约 谢谢大家